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独立的电源 也就是它不含数公元和独立的电源 那么也就仅仅还有电阻的两端口网络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激励和响应互相互换为之以后呢 同一颗激励引起的响应不改变 好 我们下面呢 给了它几个形式 也就是这是第一种形式 我们激励呢 是电源源 那么响应呢 是电流 那么它的关系呢 有这么一个关系 也就是响应和激励的比值 等于另一个端口呢 也就是也响应于激励的比值 好 这是第一种形式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激励是电流源 响应为电压 你看激励电流源 响应为电压 那么第三种形式呢 就是激励呢 是电流源 响应的是板路电压 板路电流 另一个电路呢 互换为之以后呢 另一个电路激励是电压 响应的也是电压 好 这是第三种形式 那么不管哪一种形式 我们最终的结论都是这样子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 它的这个激励呢 响应和激励的比值 那么等于另一个电路的 激励和响应的比值 那么也就是对于这个电路来说呢 你响应和激励的比值 即使位置互换以后呢 它比值也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得错了这个结论 好 那么 下面呢 我们看我们电路里面呢 第四章里面 还有一个定理叫什么定理呢 叫队伍原理 叫队伍原理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一些概念 第一个呢 叫队伍元素 队伍元素 什么是队伍元素 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概念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电阻上的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又等于R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都很清楚 这就是Ohm定律嘛 我们都很清楚 这就是Ohm定律 那么我们把这个电导 这是电阻上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我们电导G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呢 我们 那当然我们可以写上I呢 等于G倍的一个GU 也就是我们把Ohm定律呢 变个形 那么Ohm定律的电阻上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呢 是U等于R 电导G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呢 I等于GU 这么一个关系 好 那么下面呢 咱们看 对于CCVS CCVS 就是电流孔制电压源 CCVS 电流孔制电压源 电流孔制电压源 孔制 受控的是电压源 孔制呢 是电流 所以呢 U2呢 等于RB的I1 I1呢 为孔制电流 I1呢 为孔制电流 那么对于这个VCCS VCCS 那么就是电压孔制电流源 电压孔制电流源 VCCS 电压孔制电流源呢 当然有时 受控量呢 是R2 那么孔制量呢 是U1 那么U1呢 为孔制电压 所以注意一下 我们那个受控源里面标的 那2呢 我们表示受控的 受控的 1呢 我们表示控制 控制量 2呢 表示受控量 所以呢 我们这个CCVS呢 就是U2 等于R I1 I1是孔制电流 那么V2呢 是受控的电压 对于VCCS 电压孔制电流源 VCCS R2呢 等于R2 等于G U1 R等于G U1呢 为孔制电压 大家把这几个关系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几个关系看一下 电子R上的电压 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U等于RG 电导G上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呢 I等于GU 好 对于这个CCVS 也就是说电流 孔制电压源来说呢 这个U2呢 等于RB的I1 I1呢 为孔制电流 对于VCCS 也就是电压 孔制电流源 应该R2呢 等于GB的U1 U1呢 当然孔制电压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 在以上的关系中 在上面我们给了四种关系 在以上的四种关系 四以上的关系式中 如果把电压与电流的互化 我们把电压与电流互化 电阻呢 R和电导的互化 也就是说我们 如果把电压与电流的互化 电阻和电导的互化 R和G呢 互化 当然这个是啥呢 转移R呢 我们把它叫做转移电阻 G呢 叫转移电阻 也是一个电阻和电阻的关系 则对应的关系式呢 可以B次互化 B次互化 好看 这句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把在上面这个关系式 如果把电压与电流的互化 电阻和电阻的互化 R和G呢 互化 也就是转移电阻 和转移电的互化呢 则对应的关系呢 可以互化的 那么你看 咱们对于这个式子来说 我们把电阻呢 换电流 把电阻呢 换电导 电流呢 换电阻 那么就是这个式子 那就是下面这个式子 或者呢 我们把电阻呢 电阻 电阻呢 换电阻 电阻呢 换电阻 电阻呢 换电流 那么就是一换以后呢 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这个说法对着了 那你看 下面这个 电阻呢 换电流 U2呢 换R R呢 换G 那I1呢 换U1 那么 把上面这样 对应的一换 就是下面这个式子 同理把下面这个式子呢 一换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呢 也就是我们 同一上关系式里面呢 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把这个电阻 与电流互换 电阻与电导互换 R和G呢 互换呢 上面两个式子呢 就可以互换 也就是上面那个式子呢 直接展化成下面这个式子 好 那么我们看了这几个 看了这几个关系以后呢 我们有这么一个 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 那么这些互换的元素呢 我们把它叫做对五元素 这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哪些元素 都是对五元素 也就是这些元素能互换 那么这些元素呢 就叫对五元素 好大家看 所以呢 这个电压与电流 电阻与电导 VC CCVS 也就是电流孔制电流源和 VCCS 电压孔制电流源 R和G 也就是孔制 也就是展移这个 也就是这个展移呢 电阻和展移电导呢 都是对五元素 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说 以上呢 关系式互换的元素呢 可以成为对五元素 我们前面说了 电压和电流呢 可以互换 电阻和电动呢 可以互换 那么这个啥呢 这个孔制电 转移电子呢 给转移电脑 可以互换 那么转移电子和转移电脑 如果互换以后呢 这个电压孔 电流孔制电压源 就变成电压孔制电流源 电流孔制电压源 变成电压孔制电流源 所以呢 看来也就是说 电压改电流呢 可以互换 电子和电动呢 可以互换 R和G可以互换 CCVS和VCCS呢 都是可以互换的 那么这些互换 能互换的元素呢 能互换的元素呢 我们就叫做对五元素 对五元素 能互换的元素 我们叫做对五元素 所以呢 那我们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给了 大家这么一个东西呢 给了大家这么一个概念 由电压电流 对五元素 电阻电导 对五元素 VCCVS对五元素 VCCS呢 对五元素 R和G呢 都是对五元素 一个元素可以互换 那么关系式呢 也能互换 好 那么下面呢 咱们再看这么一个电路 把它这个对五呢 这个元素和对五的关系呢 我们对引生一步 好 那么下面呢 这是两个电路头 大家显然一看 第一个头A呢 是N个电阻的串联电路 N个电阻的串联电路 头B呢 为N个电导的并联电路 这个是 那么这个呢 是两个不同的两个电路 一个是呢 N个电阻串联的电路 N个电阻串联的电路 一个是N个电导 并联的电路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下面呢 我们看我们的结论啊 对于头A来说呢 对这个A图来说呢 总的电阻 也就是串联电路组 总的电阻呢 电阻呢 等于各个电阻之和 这没啥问题 所以呢 R呢 等于Sigma RK 所以呢 也就是串联电路总 总的电阻呢 等于各个 分电阻之和 好 那么你再看一下 串联电路总 总的这个电流呢 应该等于U 试上一个R 电流呢 等于U试R 好 这个呢 这个没问题 那么UK UK UK等于啥呢 UK呢 也就是每一个电阻上的 电压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分压 也就是分压公式 UK呢 等于RK 试上一个R乘U 大家把这个关系设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这样呢 说是总的电阻 等于各个电阻之和 把所有的电阻加起来 电流呢 等于啥呢 等于U试上一个R UK 那么在各个电阻上的分压 UK呢 等于RK试R乘U 分压公式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并联电路 我们看并联这个电路呢 我们有啥结论 对于这个图B来说呢 这个总的电阻 也是等于 所有的电阻之和 这个没问题 我们前面呢 也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呢 前面那个 第二章学的那个 等效的概念 我们一看 这个总的电阻呢 就等于各个电阻之和 那么总的这个电压 电路的总的电压 等于I试上一个G I试上一个G 也就是说 这个电流呢 总的电路上 总的电流呢 试上一个G 那你再看 分流公式 分流公式 IK等于GK试G 大家把这几个公式呢 关系式呢 再看一下 也就是说 并联这个电路中 总的电阻 等于所有的电阻之和 等于所有的电阻之和 所有的电阻呢 之和 那么这个是 并联电路总 这个电阻呢 等于所有的电阻之和 那么总的电压呢 等于电阻 等于这个电路 总的电流呢 试上一个总的电阻 那么分流公式 IK等于GK试G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得出了 也就是对并联电路总 这些量之间的关系呢 跟串联电路总 这些量的关系呢 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再比较一下 看我们能得出了 一个什么结论 好 大家再把这两个关系式呢 我们比较一下 看 那么这个 对于头A串联电路 总的电阻呢 等于各个电阻之和 对于这个并联电路 总的电阻呢 等于各个并联电阻之和 总的电流呢 等于总电压试电阻 总的电压呢 等于总的电流试电 分压公式UK等于RK试RU 那么分流公式呢 IK等于GK试G 好 那么咱们前面呢 刚才上面说过 一个对五的关系 也就是说 电流 电压跟电流可以互换 电阻和电动呢 可以互换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在以上字关系中 是总 在以上所有的关系式中 如果我们把并联和串联的互换 电压和电流的互换 电阻和电动的互换 则对应的关系式呢 也能互换 也能互换 我们前面呢 不是 我们前面说过 电压跟电流呢 是可以互换的 电阻呢 跟电动可以互换 那么我们 电阻和电都互换 那么我们在这两个方程里面呢 式子里面呢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 电压 串联的和并联的互换 那么对应的关系式呢 是彼此可以展换的 这个对准 你看 对于这个图A 它是一个电阻呢 串联的一个电路 如果我们把电阻呢 换 电道 那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电阻呢 换电道 电路呢 换电样 那么我们串联的和并联一化 那么上面 头A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 头B这个式子 那么也就变成 这个并联电路总 电流的关系 并联电路总 各个两者间的关系 或者呢 我们把头B 这个并联电路总 这些关系一化 那么也就并联呢 也就变成串联 那就变成串联电路总 这个故事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呢 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说 串联和并联呢 也是一个队伍元素 也是一个队伍元素 所以我们得出了 我们把这个电路的连结呢 也是得出了 另一个关系呢 就是串联和并联呢 也是一个队伍元素 就算我们刚才得出了 电样跟电路呢 是队伍元素 电阻和电动呢 是队伍元素 CCVS和VCCS 都是队伍元素 那么我们现在得出了 另一个结论呢 就是串联和并联呢 也是队伍元素 也是个队伍元素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引申了一下呢 把这个电路的连结呢 并联和串联呢 也是个队伍元素 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好 下面呢 我们看 这么两个电路 一个电路呢 N 一个电路呢 是N1杠 好 那么这个电路N 是一个激励元呢 是个电压元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电压元呢 串联了一个电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并联了一个电阻 那么这个啥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电压元呢 串联了一个电阻 二三 好 那么N1 N1杠呢 这是一个 这个电流源 并联了一个电导 然后呢 这个地方串联了一个电导 这个地方并联一个电导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电流源 好 那么这是两个 两个平面电路 N和N1杠 好 那么这个N和N1杠 我们下面呢 看这两个 再找一下 这两个电路里面 有没有对伍的关系 好 那么对于这个 平面电路的N 我们N电路N的 网孔方程 看一下这个 平面电路N的 网孔方程 那我再写一下 网孔方程 那么平面这个电路的 网孔方程呢 应该是 啥呢 应该是R1加R2 减掉一个R2 即IM2 等于US1 最下 这个网孔电流呢 分别是 IM1和IM2 这是两个 两个网孔的电流方程 那么对于这个 网孔2的这个电流方程呢 应该是 负的R2 RM1 再加上一个R2 R23 RM2呢 等于US2 这个应该 没问题 好 我们也就说 把这个平面图 N的网孔方程呢 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 图B 也就N1 N1杠的 这个B电路的 节点电压方程呢 我们也写出来了 也就列 N1杠的 节点电压方程 那么一看这个电路里面呢 有两个 三个节点 那当然就是两个独立节点 那我们把上面这两个点呢 作为独立节点 我们分别列这个节点方程 你看 G1加G2 G1加G2 对于这个点呢 我们叫做1 这个呢 N 所以呢 G1加G2 UN1 减上一个G2 UN2 等于2S1 那么对于这个节点2 对于这个节点2 对于这个节点2来说呢 应该是负的 G2 UN1 加上一个 G2 加上一个G G2加G3 UN2呢 等于2S2 好 我们把这两个方程呢 我们把这两个电路呢 分别列了 一个回路方程 分别列了一个网孔电路方程 和一个节点的电压方程 分别列了这么两个方程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方程呢 列出来这两个方程呢 再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 它有什么规律 找一下这个方程呢 它有什么规律 好 那我们共同看一下 那么你看 我们第一个呢 方程呢 对应的R1加R 第一个R1加R2 这下面呢 对应了G1加G2 那么这个呢 是网孔1的 网孔电流 这个是节点1的 电压 那么减掉一个R2 RM2 减掉一个G2 UN2 那么US1 IS1 这个呢 负的G2 你看负的R2 RM1 UN1 R2加上一个R3 RM2 G2加G3 UN2 等于IS2 好 那么这一下呢 大家再看 就跟根据我们刚才那个说法 这个电压和电流的互换 电压和电流的互换 互换 电阻呢 和电脑呢 互换 那么一互换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并联呢 变 串联 串联的 变并联 那我们就得出了这个 那么也就是这两个狮子呢 这两个关系式呢 就可以互换 也可以互换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刚从这个狮子里面 我们得出了 如果把R和G互换 US和IS互换 电压和电流互换嘛 网孔电流和节点电压 等对应的元素互换 上面两个方程呢 也可以B次互换 这是我们从这个狮子里面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电阻和电动呢 互换 电压和电流呢 互换 网孔电流呢 和节点电压呢 等 这个 互换 互换以后呢 我们上面两个方程呢 是可以互换的 上面两个方程呢 可以互换 也就网孔 从网孔电流方程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个节点电压方程 或者从节点电压方程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网孔电流方程 当然两个电路呢 对应的两个电路呢 两个电路呢 当然形式就不一样 两个形式就不一样 那电动和电动互换 电压和电流 互换串联和并联呢 也要互换 也要互换 那么我们两个 这两个方程呢 是可以必死转换的 那么也就是方程呢 对应的两个电路呢 从另一个电路呢 也变成另外一个电路去了 那么这个是 所以呢 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说 网孔电流和节点电压呢 是对无元素 网孔电流呢 和节点电压呢 是对无元素 这两个平面电路呢 称为对无的电路 这两个电路呢 就是一个对无的电路 所以呢 我们记着 我们从这个关系式里面 得出了这两 这么两个 结论 一个是啥呢 网孔电流 和节点电压 是一个对无的 两个对无元素 那么这个 这个啥呢 这两个电路呢 两个平面电路呢 也是 一对对无的 也是两个对无的电路 这个电路呢 这两个电路呢 也是对无的 电路呢 也是对无的 好大家 那么你看这一种连接 我们刚才说了 那你串联和平面 电阻和电动 是对无的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网孔电流 和节点电压 是对无的话 那么这两个电路呢 就应该是对无的电路 这两个电路呢 应该是对无的电路 好 这又找出了 一个对无的关系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啊 以上这些关系式 或者方程呢 所以能够 必死转换 也就是这些方程呢 能够必死转换 使它们的数学 表示式呢 完全相似 为什么咱们说这两个 为什么我们说 这些狮子呢 它能够转换 为什么说这些狮子呢 它能够必死转换 是因为它们的 数学表示式呢 完全是相似的 R等于 U等于RM G等于 I等于GU 所以两个表示式呢 形式是完全是一样的 形式是完全一样的 好 这个关系式 或两组方程 通过队友元素呢 又能必死转换 转换 这两个关系式 或者两组方程呢 互为队友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也就是说 如果两个关系式 或两个方程呢 通过队友元素呢 又能必死转换 那么这两个关系式 或者两组方程 互为队友 两个关系式 两组方程呢 就是队友方程 这两个关系式 或两组方程 通过队友元素 又能必死转换 这两个关系式 或两组方程呢 就为队友 就是队友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 我们又 也就是说 两个关系式 又给了这么 两个关系式呢 又是一个队友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通过 队友元素 能把两个关系式 互换 那么这两个关系式呢 也是队友的 两个关系式呢 也是队友的 刚才我们给了一个 队友的电路 队友的方程 队友的 现在呢 就是两个队友的关系式 或者方程呢 都是队友的 又给了 又给了这么一个概念 好 下面呢 我们看队友原理 什么是队友原理 那么 电路总母线元素 之间的关系 母线元素之间的关系 或方程 用他们的队友元素 对应的置换后 所得的新关系 也一定是成立的 后者呢 与前者呢 互为队友 那么这次我们得 这就是队友原理 也就是说 电路总母线元素 之间的关系 用他们的队友元素呢 对应的置换以后呢 所得到的新关系呢 也一定是成立的 那么后者呢 与前者呢 互为队友 啥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 电路总 有一个关系式 也就我们从这个原电路呢 得到一个 原来的一个关系式 那么我们把这个电路总 母线元素之间的关系 母线元素的关系 比如我们刚才说 并联和串联 电压和电流 电阻和电导 等这些队友的元素呢 对应的置换以后 哪一个电阻 换哪一个电导 哪一块的并联呢 换串联 哪个串联呢 换并联 对应的置换以后呢 所得的新关系 也成立 那么也就是 原来这个关系成立的话 队友关系呢 它得到的新关系呢 也一定是成立的 这就是队友原理 这就是 所以呢 它们两者是互为队友 这就是队友原理 队友原理 好 那么也就是我们得到的关系呢 也是 也是成立的 好 大家呢 对不这个队友原理呢 我们再看一遍 也就是说 电路总母线元素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原来得到一个关系 用他们队友的元素 对应的置换以后 所得的新关系呢 一定成立 那么两者的互为队友 咱们刚才说 U呢 对于这个欧姆定律来说 电压呢 等于电阻乘电流 那么我们把电压跟电流互换 电阻和电脑互换 那么得到的这个 I等于G倍的U 一定是成立的 这个关系是呢 一定是成立的 所以呢 这两个狮子呢 我们前面把它叫做队友式 叫做队友式 所以这就是队友原理 好 那么我们看队友 队友原理的意义 那么我们学了队友原理呢 有啥意义 我们根据队友原理 如果导出了母义关系式和结论 也就是我们根据队友原理呢 导出了母义关系式和结论 就等于解决了和他队友的 另一个关系式的关系式和结论 那么关键意义就在这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队友原理呢 导出了母义关系式和结论 就等于解决了和他队友的 另一个关系式和结论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队友原理的意义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正一个 一个期末 如果我们从直接入手呢 没办法解决的话 那么我们无妨找出他的队友式 如果他的队友式成立的话 那么原来这个结论 原来这个这个式子呢 一定是成立的 一定是成立的 或者也就是说我们找他的队友式 这就是我们的意义 那么这个队友原理呢 他的应用呢 我们在以后的数字电路里面 能看得很清楚 那么数字电路里面 专门应用这个队友原理呢 我们要求这个电路的队友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也就是原式的成立的话 队友式一定成立 或者队友式成立的话 队友式一定是成立的 这就是我们利用队友原理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学习队友原理的意义 只要队友式成立 队友式一定成立 或者呢 我们从队友式能推出队友式 从队友式能推出队友式 只有根据他之间这个队友元素 进行队友相应的队友元素进行 相应的互换 那么也就是从队友式呢 能得失队友式 或者从队友式呢 能得失原式 原式成立队友式一定成立 队友式成立 原式一定是成立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 这个队友原理的意义 好 那么我们注意 那么队友和等效呢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是我们要注意 队友和等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可混淆 等效是等效 那么等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一个钻口的电压和电流呢 之间的等效电队和输入电队 等效 那么也就是我们近似的认为这个 比如说我们电压呢 两端口电压是十伏流进去电流是一样 我们不管你这个电流是什么 我们相当于这个 这个一端口呢 相当于一个十五亩的一个电队 这就是等效 那么队友呢 跟这个可不一样 队友呢 是另一回事 所以不是队友呢 就是他一个跟他呢 啥呢 跟他根据队友元素呢 换成的另一种 感到队友的一个关系式 关系 所以这是队友 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我们注意的队友原理不局限于第二组电路 队友原理呢 不局限于电子电路 我们刚才说数字电路里面呢 数字电路里面 也有这个队友 也有用这个队友 用的还很多 所以呢 这个电路呢 不局限于电子电路 数字电路里面也有 模拟电路里面也有 队友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下一学期呢 学模拟电路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清到两个名字 高通和低通 高通和低通 带通和带走 积分和微分 对手和反对手 等等 这些都有队友的关系 都是 他们之间呢 都有个队友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队友原理呢 不局限于电子电路 所以呢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无妨研究一下 日常生活中 也就是社会呢 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也有这个队友的关系 我想肯定是有的 你比如说 有高肯定有低 有白肯定有红 黑 也就有白肯定有黑 所以呢 这个呢 它肯定它之间的 有一定队友关系 你比如说我们 某一个事情 我们把好坏成坏 那么把什么事情 就换成什么事情 这是不是就有队友的关系 就是肯定了 所以呢 我们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研究研究 他们之间的 现实生活中 这个队友的关系 好 那么 下面呢 我们再看 那么电容和电感 我们 短路和开路 KCL和KVL 数字电路呢 和联子电路等 分别互为队友 我们刚才说 这个队友呢 意义很广泛 很广泛 电容和电感 短路和开路 这都是队友的 那么 吉尔霍夫 这个电流定律 也就是KCL 吉尔霍夫呢 电流定律和 KVL 吉尔霍夫呢 电压定律 数字电路 和联子电路等 都分别互为队友 都分别互为队友 那么也就是 数字电路和联子电路 都分别互为队友 我们刚才队友呢 多了 高和低 高和低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高通和低通 那么好和坏 阵力和谬误 等等 都是队友的关系 好 这个是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一个队友原理 好 我们把这个队友原理呢 把这个队友原理呢 这个关系呢 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这个关系是呢 这个原理呢 很有用 也在现实生活中 很有用 我们后续课程呢 将来能 肯定能看到 好 我们刚才呢 开始呢 给了大家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这个狮子中呢 有一个R和G呢 这个电队 这些都可以互换 那么互换的这些元素呢 我们它叫做队友元素 也就是说可以 这有些元素呢 这些元素呢 可以互换 也就是电汉和电流 电队和电 电导 并联和串联呢 都可以互换 这些元素呢 就互换 那么我们从 包括后面的这些 也就是并联和串联 也可以互换 那么 这个啥呢 我们后面呢 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网孔电流呢 网孔电流和节点电压呢 也是一个队友元素 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呢 也可以互换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 我们上面呢 找出了这个队友之间的一个关系 后面呢 我们就这个 这就是我们给出了队友原理 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也就是说 你把这些关系式呢 用这个队友元素互换以后呢 得到的心理关系式 一定是成立的 原来关系式成立 这个关系式一定是成立的 这就是队友原理 由队友元素互换 那么后面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的 那个队友原理的意义 也就是说 你给我导速某一个关系式和结论 就等于解决了 它和队友关系的 队友的另一个关系式和结论 另一个关系式和结论 所以我们刚才说 你如果 把这个队友式呢 证明这个队友式是成立的 那么原式一定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原式呢 没办法证明的话 我们可以从队友式呢 这个角度上证明 队友式呢 成立原式肯定是成立的 好 那么这个是队友原理的意义 后面呢 我们又给了几个咱呢 队友元素 什么电容电感 开路 展路 等等 我们刚才说队友呢 这个概念呢 不仅仅局限于电子电路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这一节呢 很简单 我们就当时了解一下 电路里面还有这么一个队友的关系 有这么一个队友的关系 那么这一节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一章呢 就完了 好 我们下面呢 把我们这一章呢 小结一下 这一章小结一下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学了第一个 比较重要的定理呢 就是叠加原理 叠加原理 也就是叠加定理 叠加定理呢 是什么一个定理呢 我们把这个定理呢 再看一下 那么在线性电阻中 线性电阻电路中 这是我们的前期条件 在线性电阻电路中 任意自路的电流 或者电压呢 可以看成是电路中 每一个电源呢 单独作用于电路 在该自路中 产生的电压的带数 电压或者电流的 电压或电流的带数核 那么这个就是啥呢 这就是我们的叠加定理 这个我们练习的很多 我们对一个定理的 我们注意一下 当然它的前期条件 是线性电路 线性电路 线性电路 那么叠加的呢 就是任意自路 电压或者电流 功率呢 我们前面说功率呢 没有叠加 不能叠加的 功率呢 功率呢 不能利用叠加定理 当然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不能 当然如果偶尔有一个电路呢 能也就是说 符合这么一个关系 那是巧合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期待定理 什么是期待定理呢 说对于一个 给定的任意个电路 若某一个自路的电压为开 电流为I开次 那么这条自路呢 就可以用一个 电压等于U开的 独立电源 或者用一个电流等于 I开的独立电流源 或者用一个 R开等于U开次R开的 电种来期待 期待以后呢 电路总的全部电压呢 和电流呢 均保持不变 这个呢 我们前面呢 也给大家证明过 而且我们做了也不少的期 也就看来呢 也就是 当然这个 也就是期待定理呢 说的的确没错 而且我们可以用期待定理呢 这有些期目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也就那么复杂的一个电路 我们用一个电路呢 把它期待了 一个电压源 或者电流源 或者一个电路呢 期待了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电路呢 求解呢 变得非常容易 好 这就是期待定理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戴维宁定理 戴维宁定理 那么戴维宁定理呢 就是这么一个定理 就是说 任何一个线性的 含压一端口网络 那么对外电路来说呢 总可以用一个电压源 和电阻串联的组合来等效 此电压源的电压呢 等于 外电路 断开时 端口处的开路电压 而电阻呢 等于一端口的输入电阻 那么意思是啥呢 就是说 我们一个任何一个 线性的含源一端口呢 也就是这次线性的含源一端口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 这个线性的含源一端口呢 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压源 电路 那么也就等效成一个电阻 和一个电压源呢 串联的一个组合 那么这个电阻怎么求呢 就是这个含源一端口 化为无源以后呢 它的输入 等效电阻 而这个电压源的电压呢 就是这两大的开路电压 这两大的开路电压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 代为您定的 代为您定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线性的含源一端口网络 任何一个线性的含源一端口网络 那么我们可以 也就是对外电路来说 也就是对你其他不变化的这个电路来说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电压源呢 来表示它 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用方框里面 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呢 来期待它 关键是期待了以后呢 这两个参数怎么求 它告诉您了 这个电阻呢 就是一端口的输入电阻 也就是把电源呢 化为零以后的等效电阻 而且 而这一个电压源的电压呢 就是两端的开路电压 这个所以呢 这个定的呢 给我们以后呢 是我们的电路呢 球阶呢 也是 从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呢 变得非常简单了 好 那么这就是啥呢 这个代为您定的 好 我们 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